大家好,我是九哥,今天玩一下暗夜危机 跳到了地图的正中央研究所 楼顶和脚步,而且我们看脚步的位置就在这个门口 通过窗户刚出来我们就直接击倒,早就等着你了 随后隔壁楼听到了脚步声,可能是他队友 应该还是在搜索物资,这边看到另外一洞 跳在空中时就直接击倒 不过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过去 防止这个左边人可能会打我们,想去尝试补一下 再来看一下左边 他好像还在搜物资,搜得很快乐 给了我们一个打背身的机会,就马上击倒 这时我们就可以压过去了 这里听到脚步声,有人想过去扶的应该 这边直接跳窗出去,一波扫射直接秒倒 自己是没有什么好的步枪的目前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给补杀 先看一下这两个人到底搜了什么装备 我们在跳的同时,居然发现这边阳台上还有一个 又是一个倒地,先舔到了一个AK 然后我们听到还有脚步声在支援过来 就得直接一波扫射,对方的话枪法也是非常准 撕血直接反杀 原来这是一个私人满编队 接下来就到晚上了 这边在打僵尸,而且队友被僵尸给击倒了 我们本来是想去帮队友的 但是没想到自己去被卡住了 这个地方是走不动 然后我们就想翻下去,但是又卡回来了 赶紧积穴的跑 队友是已经在乎了 我们现在吸引了太多的火力 而且血量非常的不健康 先找个地方加血 最终还是不幸被击倒了 玩这个模式其实一般是不会被丧尸给击倒的 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被围握了 来到学校 上面有一个脚步 可能上一个夜晚就是他们在这里度过的 已经发现他的位置 而且第二个晚上也要来临了 先把他给击杀 是一个毒狼直死 果然这里是有丧尸盒子的 把他的装备舔一下 随后我们想去找队友会合了 但是这边刚准备走 又有一个枪声发出 看来这里面还有人的 那我们就要当一个暗夜杀手 已经确定对方位置 是在游泳馆 一般到了晚上 大多数玩家可能都沉浸在与丧尸的 你来我往之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的去搞一波事情 看到前面楼道口有闪光 应该是丧尸盒子 那我们肯定不能从这边走啊 他肯定是在守丧尸的 我们从另外一侧直接打他屁股 然后再来看一下前面泳池 对方还在与丧尸纠缠 直接再次打着侧身 自己也突然挨打了 不能被丧尸给围住了 这边想直接翻下去 打得果断一点 看到对方两个都在一起 装有并连弹夹68子弹的AK 直接双杀 毕竟这个模式只要把真人消灭掉 就能吃鸡了 这局只用了16分钟的时间 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